歌手莫文蔚替影集《2049》演唱片尾曲《完美不完美》 但起初他在英国无法录音 直到听到demo被打动 答应回香港再录 不过受到了疫情影响 他只能透过远端方式 跟制作人Jerry C来沟通 进行配唱跟制作 没有想到两天内就顺利录完的歌曲 第一次尝试远端录音的莫文蔚坦言 这样的合作方式感觉很特别 很有未来感 细腻又充满穿透力的嗓音 歌手莫文蔚替影集《2049》 演唱片尾曲《完美不完美》 但起初接到邀约 他人还在英国 差点跟好作品擦身而过 然后一听到demo呢 我就觉得 哇 还是蛮好听的这首歌 所以我就说 那如果能等我一下 那我还是很希望可以唱 那结果就 大家就等了我一会儿 那回来立刻就进录音棚唱 就是很简单很直接的一首歌 这样就已经能打动我了 虽然因为疫情 莫文蔚只能透过远端方式 跟制作人Jerry C沟通 进行配唱和制作 没想到第一次合作意外顺利 对歌曲的情绪方向 他也很有想法 我的直觉是应该用一个很单纯的方式 就像这首歌本身的魅力就是很简单的 所以应该不要加太多那些花俏的东西进去 不在同一个空间 但靠着科技的辅助 让双方沟通无障碍 两天内就录完这首歌 这样的合作方式充满未来感 跟影集不谋而合 这也是莫文蔚第一次 演唱台湾戏剧打造的主题曲 替这部影集大大加分 记者综合报导